首先做一下更正 剛好同學提醒我 就是以壓歡迎 以眼還眼最早應該是在這個 漢摩拉比八點裡面 那實際裡面應該沒有 所以我記錯了 謝謝大家 好 那那個 這其實剛剛我稍微提過 我是覺得剛剛在上一堂課先講比較適當 那就是其實這個Prisis Dilemma 不管是在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 或是這個國際關係、哲學裡面 其實都有很多的這個討論跟應用 那在economics的話 其實更是這個無所不見 簡單來說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說經濟學相關背景的人 應該最容易想到類似的這個case 比如說 一群工廠的工人在一個地方工作 那這個我偷懶一點 給定其他人 就是不管對方偷懶不偷懶 我偷懶一點 只要這個不是容易被抓到的 這都是比較好的 可是大家都偷懶 那顯然狀況就不太好這樣子 那或是這個 嗯 這個國際貿易 你可以想像是這個關稅的這個策略之類的 都是類似的這個case 那更不要說 剛剛那個公管系那一位 呃 林同學 瑞宜同學 他講到這個 呃 定價的問題 其實典型的是一個 這所謂的 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一個問題 Io的問題 那你的feel裡面 其實你可以再回去想想看 有沒有這個更貼切 或是更跟你的feel 有直接相關的 像我去年 我記得有位是工衛系 還是什麼同學 還是環工系同學 就提到這個 倒垃圾 跟這個不到垃圾的這種 我說把垃圾倒在一個 隨便倒 還是倒在一個集中的地方 這樣的概念 那其實也是 也是很合這個情境 好 那 嗯 講到這個prestilemma 為什麼我們 我們說這個 CC的結果是比較好 就是拿到 兩個人都拿到2 是比拿到1的結果 是比較好的 那我們這邊 就需要定義一個 什麼叫做比較好 那定義比較好 我們現在定義的是 比較好 所以我們用的詞是 more efficient 好 所以我們說這個S呢 它是比這個Splung more efficient的 那 只要這個 outcome of the S 對比這個 outcome of the Splung 對每一個人來說 都 這個 至少沒有比較差 而且 對某一個人來說 至少有一個人 它是比較好的 OK 那 這個是一個經濟選面 常用的標準 它又叫Paredo Dominance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這個 這個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弱的一個 Dominance條件 或是Efficient more efficient的條件 它要求說 它要求說 我現在一個策略要是 定義它是比較好的 我必須 或者說是很嚴格 OK 看你怎麼看那個事情 它要一個東西要比較Efficient 要是 我現在 全場每一個人 我換成這套策略之後 每一個人都 至少要 不會跟我抱怨說它比較差 至少這個人 每一個人都要說 至少是跟原來一樣好 而且你們裡面至少要一個人 跟我說 比原來的同行還好 那我就說 這是一個改善 一個Improvement 或是說這是more efficient 那剛剛那個 22的Case 顯然要打 比那個11 是more efficient 對吧 因為每一個人都變比較好 就達成我說的事情 那我定義了這個more efficient之後 我就可以定義所謂的Paredo Efficient 什麼意思呢 我們會說一個profile 它是Paredo Efficient 就是說 沒有其他的strategy profile 比他更Efficient 所以不是說一定有一個東西 它是這個Paredo Efficient 就沒有人 就沒有人其他的策略也是Paredo Efficient 舉例來說 剛剛那個CD的Case 03或30 它也是Paredo Efficient 因為對那個3的人來說 它基本上不可能拿到跟那個3一樣好 所以不管我換到其他任何一個組合 它都不會能夠說它跟原來一樣好 那我就已經不滿足這個more efficient的條件 所以沒有其他東西比它更Efficient 它就是Paredo Efficient 從這個觀點來說 Paredo Efficient是一個很弱的條件 弱的意思是說 你看很多東西都可以達成Paredo Efficient 那我說它嚴格的意思是說 它要求每一個人都不能變差 我舉例來說 假設今天這個 我們從這個郭台銘的財產 拿走兩千萬 兩千 現在台灣人不得很多 兩千四百萬 就說兩千四好了 兩千四百萬 那對郭台銘來說 兩千四百萬大概 不是很痛 沒什麼感覺 那然後我分到每一個人上 所以每一個人多了一塊錢這樣 那美國人一定是比原來更好 那有一個人 只有一個人變差了 就是郭台銘 可是 我也不能說這是Paredo 這是more efficient 因為有一個人變差了 我們要達成Paredo Efficient 必須要 我要讓它more efficient 必須要沒有任何一個人變得更差 而且至少還有一個人變得更好 OK 底下這邊 我這邊 我這邊 後面寫 There is no other strategy profile of s-plung such that ui of s-plung 大於等ufs for every player i and the uj of s-plung 大於uj of s for some player j 這只是把那個more efficient的定義 更數學化的寫出來 其實說你觀念上你要理解的就是我剛剛說的 我們先定義more efficient 那什麼是Paredo Efficient 就是沒有人比他more efficient 就叫Paredo Efficient 所以 所以 這個case 就是我們剛剛看過那個 那個um的二分之一二分之一 Dominate D這個case 好 好 那 A 好 那 我們在這邊要說這個 Efficient 好 哪些是Paredo Efficient 有 有沒有人能告訴我哪些狀況是Paredo Efficient 有沒有人能告訴我哪些狀況是Paredo Efficient 有沒有人能告訴我哪些狀況是Paredo Efficient 請說 U什麼 U U L 跟DL 這兩個 OK 好 那 這個 相比他是more efficient 對吧 這個 相比他是more efficient 這個顯然就特別差 這個相比這個是more efficient 這兩個互相沒有誰比較efficient 對吧 OK 好 這個是正確的 OK 好 好 那這個看來應該不是特別困難 好 那 我講完了這個Dominate跟Efficient 現在是Best Response 嗯 在多數的這個遊戲啊 我們如果只是把那些Undominated的Strategy刪除 這不太夠 因為 可能刪完 還有很多Strategy剩下 假設我有一千個Strategy 可能 我刪掉那些Dominate的掉了 我只刪掉了 可能30個 那我還有970個的半 好 不是所有Case都會是 我刪掉Dominate的人 我是只剩下一個策略 OK 所以如果是只刪掉那些Undominated的Strategy 我就不能預測說 那 你會怎麼做 我不能有一個很精確的預測 OK 那 所以我們這邊需要加上這個 這個Best Response的概念 那Best Response 就如同我們上禮拜講的 這跟Believe有關係 我先 我是Rational的 我必須先對你的行為 形成一個Believe 然後我Best Response to那個Believe 那 要去Maximize這個Payoff呢 那 你先 那就是根據對方的 你根據你對對方的Believe 你選一個Strategy 去Maximize 去Maximize 你的這個期望報酬 或是你的報酬 那 這個Strategy 就叫做Best Response 或是Best Reply 所以我們 這邊嚴格的定義這個Best 跟數學化的定義這個Best Response Suppose Player I 有一個Believe Strategy 是在這個Delta S-I 裡面的 那這個 這個是 這個Believe呢 套到這個 我的Utility Function裡面去 那我說 這個Si 這個策略是一個Best Response 就是說 當我用這個 Si這個策略的時候 我拿到的報酬 會比其他 任何策略拿到的報酬 都來的大 或是至少相等 那為什麼我是 有包含等於的這邊 是因為我這邊說的是 任何一個Strategy Si Plan 所以 Si等於 Si Plan 的這個Case 我也必須考慮到 也包含在裡面 所以它是等於的 那 再加上Best Response 可能有多個 可能有另外一個 Si Double Plan 不等於 Si 可是 帶進去 得到的效用 是一樣好的 OK 所以我是 包含等於的Case 我定義Best Response 只要比其他任何都好 或是相等 那它就是一個Best Response 好 這就是我說的 There may be more than one Best Response 那 再一個我們說的 Finite Game 如果你忘記定義的話 其實很簡單 就是這個 Strategy Space 是Finite Set 它是有限的選項 那 Player 都至少有一個 Best Response 對每一個Believe 都至少有一個Best Response 這個不難想像吧 好 因為我 對你的Believe 形成了之後 我 反正 我是有限的策略 對吧 那我丟這個 有限的策略進去 就是 每一個策略丟進去 會得到一個Utility 那我對這些Utility 排一個序 最高的那個 就是Best Response 對應的那個Strategy 就是Best Response 對吧 好 所以 一定找得到Best Response 那無限的 就沒有保證這件事情 無限的就 有很多麻煩啦 但至少 Finite Game 這件事情很容易保證 那 對這個 Zeta-i 這個Believe呢 我們寫 對Player-i來說 它的Best Response 我們就寫作這個 B-R i of Zeta-i 這個是 我對對手的Believe 這代表是 我的Best Response 所以要加一個 下標 小i 代表我的Best Response 然後重點 這個是一個 SET 這個SET 裡面是 某些Strategy i 它是一個 Strategy的集合 它有可能是Singleton 就是只有單一個元素的 這個SET 可是有些Case 它可能是多個元素 就像我說的 There may be more than one best response to a given belief 這個意思 所以 當我寫這個BR 其實它是某個策略 或是某組策略 好 那 Suppose Player-i Player-1 的Believe 是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六分之一 OK 這邊一樣是一個简寫 這個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六分之一 通常我們就是指這個是三分之一 這個是二分之一 這個是六分之一 對手玩LCR的策略的機率 分別是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六分之一 那 請問 對Player-1的Best Response 對Player-1來說 他在這個Believe下的Best Response 是什麼 沒有其他人嗎 你今天回答過一題了 有沒有其他人 這沒有 很難吧 高中數學 你心算沒那麼快 你跟我講怎麼算 然後怎麼比也可以 OK 那 U的這個期望報酬是什麼 看喔 三分之二加六分之四 四 是六分之八嗎 對六分之八 六分之八就是三分之四 OK 然後其他的比較低嗎 我其實也不確定 沒有 你看 所以這個是 一加上六分之一 比較小 這個是 三分之一 加上 三分之一 也比較小 OK 對沒錯 所以選U是這個 比較大的 啊我 欸 我沒意思 這不比較大嗎 這不比較大嗎 六分之 六分之二 六分之二不是嗎 然後加上三 三分之一 喔 我沒看到中間那個 我以為這也是0 OK 所以 再加二分之三 加上 三分之一 所以這樣是 這樣就一 又二分之一了 然後再加三分之二 所以它會比較大 沒錯 OK 所以其實應該是選 珠比較大 OK 好 不過你至少會算第一個 對不對 好 算法就是這樣算 OK 你就是算奇幻報 所以我說 這樣你就懂為什麼 finite game一定找得到 對吧 好 因為我就這樣算嘛 總是會算出一個數字一個數字 就像我今天這邊是有100條 好 反正finite我就有的比 我就一定算得出來 我就一定算得出來 好 那如果player2的believe是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呢 player2的best response是什麼 沒拿過球的 今天沒拿過球的 試試看吧 或是應該有人到現在都還沒拿過球 對不對 開學今天是第四周的最後一趟 好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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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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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 好 好 我們 好 L 跟 R 我們看一下喔 OK 對 是L 跟 R 那應該是怎麼乘的 二分之一乘以什麼 二分之一乘以六 怎麼樣 四分之一乘以三 四分之一乘以一這樣 OK 好 所以這邊只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說 記得你要看的 因為是 Player 2 對 Player 1 的 Believe 你要看的是他的報酬 所以是要比這邊 這個乘起來應該是三加一是四吧 然後這個的期望報酬 就是二加上四分之八 也是四 OK 所以這就證明了為什麼有些時候還會是超過一個選擇的 L 跟 R 都是 Best Response 好 OK 好 那 你會發現剛剛做這些東西 你是不是 我給你一個 期望 你的一個 Believe 我就算 每一個策略的期望值 然後我就在比大小 對吧 那這個比大小的過程 是不是純粹就是一些簡單的計算 希望值 剛剛為什麼說高中數學 這高中大家都做過嘛 對吧 希望值嘛 對吧 所以 這個只是純粹的計算而已 它其實 怎麼這樣 它當然跟 R 還是有關係 而是一個很基礎的 Ratio 就是你能夠做這樣的計算 好 在這邊其實比較麻煩的是 forming Believe 的部分 因為我剛剛都是 Believe 給你嘛 對吧 那可是到底要怎麼形成這個 Believe 這才是 Strategy 當中比較困難 就是說 簡單來說 你想想看你跟對手玩一個策略的時候 不是說你 困難的地方不是說 如果你知道對方怎麼做 你要如何 Best Response 而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對方會怎麼做 對吧 好 這就是困難的地方 好 那 舉例來說 在這個 Game 裡面 如果你是 Player 2 然後你認為說 Player 1 一定會選擇這個 Strategy B OK 你認為 Player 2 代表你是 Player 2 你覺得 Player 1 一定會選這個 Strategy B OK 那 你應該就是說 你知道 我要為了我自己爭取最大的好處 然後我就要選擇 A 這樣子 應該這樣子嗎 這個 Game 呢 通常有一個稱呼叫做 Battle of the Sexes B O S 意思是這個 簡單來說是這個 現在比較政治正確用法應該是性別戰爭這樣子 可以是同性的也可以是異性這樣子 基本的故事是說這個情侶兩人呢 兩個人分別想要去做一件自己比較喜歡的事情 可能一個人喜歡去那個看電影 一個人是想要去想要待在家裡宅這樣子 OK 那 兩個人都喜歡對方的陪伴 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看電影 一個人在家裡宅 那兩個人都是拿這個零的報酬 就是 這個 零零這個case 那 如果 一個人 但是 如果是 比如說我想去看電影 但是 那個 我去 我留在家裡宅這樣子 那 我是有報酬啦 可是我拿的就是比較少的報酬 就是拿1 那那個 做自己比較想做的事情 就是拿3 這樣子 OK 那這邊意思就是說 如果今天 這個 你在玩這個 Game 那 注意喔 因為我們這邊說的就是 畫成這樣就是 Samuel Tennis Independent 決定 就是說你知道 你的 你的這個 另一半 OK 就是 絕對絕對會玩 B這個策略 那你 該不該說 因為我為了追求我自己的 最好的狀況 那我最好的狀況 是這個 我玩A 對方也玩A 那 我要拿到3 這個最好的狀況 我唯一的選擇就是玩A 所以我要玩A OK 那 就這個 我們至少賽級決定的討論來說 In fact You should not 那我建議各位在 現實生活中 也不要這樣幹 這樣通常不是很好的選擇 那 原因是因為呢 在我們這個設定裡面至少 你的選擇並不能直接的 影響對手的選擇 而且你已經知道 對手一定會玩B了 那你的策略就應該是 就是乖乖的去跟著玩B 這樣子 OK 所以 重點在這邊就是 Players select their strategies simultaneously and independently 好 好 那 那 所以你能夠做的事情 就是這邊寫 Form a well-reasoned opinion about what strategy he will take and then play a best response to this belief 就是剛剛說的 給定believe best response 這個遊戲的這個賽局的規則就不允許你去signal你的intention 說 有點暗示你的辦理說我要做某件事情 然後讓對方來跟著你去選 至少在我們目前的設定下不允許 那這就是這個你必須要考慮的部分 OK 所以 在games當中 或在日常生活當中 你玩這種有互動性的遊戲 或是這個 這個你生活的這個情境當中 說白了 這個 最大的這個 你能夠成功的要點 就在你多了解你的對手 這個了解要比他了解你還多 你要了解你的對手比他 你的對手了解你還多 那你通常就會比較成功一點 感覺有點像在說廢話 但是 就是這樣子 好 那 剩下一點時間 我應該講不完 我應該禮拜一會繼續講 可是會進入到比較數學的部分 好 那 我們今天講了dominance 又講了best response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感覺 是這兩個東西其實有點像 best response 說我要給定我的believe 我要做最好的事情 那這個最好的事情 有可能是 被dominate 掉的策略嗎 好 那我們這邊要討論就是這個問題 或是說被dominated 掉的策略 是否一定是一個best response 是否在某些狀況下 一個沒有被dominated 掉的策略 是否在某些狀況下 就 他一定會有某些狀況下 他是best response 感覺好像是 可是又不太確定 那我們這邊就是要 比較嚴謹來看這件事情 所以 for a given game 我們定義 UD這個set 是對 UDI這個set 是player i來說 沒有被strictly dominated 掉的那些策略 所以是我把那些dominated 掉的策略之後 去除掉之後 剩下那些策略 那BI呢 是這個set of strategy for player i 是best response 可是這個best response 是over all of the possible beliefs of player i 意思是什麼 我的belief可以有很多很多種 對吧 這種belief 只要有某種belief下 我的best response 是這一個strategy 那我就要把它收進這個BI這個set 所以我會收很多strategy 這裡面的strategy 每一個strategy 都至少能達成一件事情 就是他在某個belief下 某個belief下 存在某個belief 使得s i 是在這個bri set他負 i 底下 這個set可能是 最confused的部分 所以我讓各位多看一下 然後確定一下各位聽懂 有沒有疑問 看不太懂 看得懂這槓是什麼意思嗎 有沒有人看不太懂 好 這槓的意思是 這是一個set 這個set裡面呢 每一個元素都是s i 這槓後面是在描述 這個s i 有什麼樣的特性 的一個描述 這樣子 所以這邊說bi 就是收 把這些s i 都收進來 這個s i 要進來的條件是什麼 你的門檻是什麼 就是你要找得到某一個belief 使得這個s i 在這個belief之下 對player i來說 他是一個best response 那我就可以收進來 所以收不進來的strategy是什麼 就是給定任何belief 他都不會是best response的那些set 的那些strategy 我們通常會希望人家 有聽懂嗎 那事實上 找這個bi 對我們來說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 我們希望找到說那些 是best response的這些 strategy 我們通常會希望人家 做的事情是這個best response 那些策略裡面的 那個大的集合裡面 某一個策略 對吧 對我來說這件事情 比較重要 可是找這個bi 是 比較困難的 比什麼困難 比找那個udi 那個set困難 因為udi那個set 我就是找到那些dominated 的strategy 然後把它去掉就好 那為什麼bi困難 因為 給我一個strategy 我要確定它 是否在這個bi裡面 我要check 理論上多少個 個例 我理論上要check 無限多種個例 來確保說 當然我只要找到其中一個個例 使得s best response 我就可以把它收到bi裡面 可是我現在找了100種個例 結果 它的best response 都不包含s 就代表s一定不在bi裡面 不一定 也許地理101種就是 所以理論上 我可能會需要找很多很多種 以至於非常無限多種 所以找bi是困難的 那 好 就是我們比較幸運的就是說 這兩個strategy 是有關係的 他們有很強烈的關係 所以 bi不好找 我們就是找這個udi 那找udi這件事情 可以讓我們解決很多我們的這個問題 就是 協助我們間接的找到一個很類似bi的東西 那我們先來建立一些intuition 在這邊 對這個player2來說 ud2 就是對player2來說 他沒有被dominated的策略 因為他的這個策略 r 顯然是被dominated 對吧 3比1大 1比0大 2比1大 所以 ud2就應該是l 那 best response 也顯然應該是 這個 b2 這個set 是所有的best response 這裡意思是說 r就永遠不可能是best response 對吧 因為所有case下 不管對手做什麼 我都是做l比較好 那當然是給定任何believe 我都是做l比較好 所以在這邊 ud2跟b2 是完全同一個set 相等的 相等的 ok 那你如果接下來去看player1 u跟m都沒有被dominated 可是呢 strategyd呢 也沒有被dominated by u或是m 可是他會被一個這個策略當面裡面停掉 就我說的一個mixed strategy 我這邊的寫法 這是一個比較正式的寫法 好 就是3分之1的u加3分之2的m 可是我的加號是一個特殊符號 這是比較正式的寫一個mixed strategy的方式 當然 當然 你在這邊也可以寫這個3分之1 3分之2 0 通常別人也看得懂 Anyway 你去試試看就知道 這個就是剛剛說的 這是一個簡單的這個期望計算 3分之1的u加上3分之2的m 就可以把ddominated掉 所以我可以確定 ud1 他是u跟m 這兩個策略在裡面 d會被dominated掉 就把他拿掉 好 那 你如果實際的 把這個對手玩l跟r的幾率 設成p跟1-p的話 我這邊橫軸是畫那個p的幾率 縱軸這邊是我選擇m u跟d三個策略 可以拿到的期望報酬 那選d因為肯定是拿3嘛 所以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直線這樣子 那選u的話是 對手如果p的幾率越高 我拿的報酬就越高 所以他是一個 正邪律的 選m的話是一個負邪律的 這我看得懂嗎 就只單純的 根據不同的p 把他的這個 期望報酬畫出來 那 ok 好 那你在這邊可以看到 某些p之下 這個 會讓這個u是best response 這裡的某些p指的是 你這邊如果把這個 交點抓到 交點抓到 這一些p會讓u是best response 這一些p會讓m是best response 可是沒有p會讓d是best response 對吧 所以呢 b1就是u和m 這跟剛剛的ud1是一樣的 對吧 所以我們這邊又發現b1是等於ud1 in fact 如果今天是finite 而且2player 就是符合我們剛剛這個game的狀況 只有兩個players 然後是finitegame 每個人的strategy都有限的 那b1會等於ud1 b2會等於ud2 這件事情 是可以被證明的 ok 所以 假設 這換句話說什麼 假設你今天面對的是一個2playergame 然後finite strategy的話 那你找不到b2或是b1 沒關係 你找那個ud1跟ud2就好了 因為他們是完全一樣的set 你就不需要費工去找那個比較難找的東西 那他的intuition就是我剛剛用的這兩個case 來說明的 第一個的intuition給你的重點是什麼 第一個給你的重點是假設一個player 因為他的finite甚至只有兩個strategy 這是最簡單的case 因為只有兩個 你要嘛就是假設 要嘛就是兩個都沒有被dominid掉 那兩個就是都可能是best response 那要嘛有一個被dominid掉 那另外一個就一定是那個best response 那這個就不會在best response裡面 那三個策略下呢 三個策略下假設有東西被dominid掉 他就算是被一個mixed strategy dominate掉 如果他今天被一個pure strategy dominate掉 就跟剛剛那個case一樣 反正我永遠不會可能選你這個被dominid 被一個pure strategy dominate掉的東西 當做best response 我就選那個dominid掉你的策略 當我的best response就好了 對吧 都比你好嘛 所以你永遠不可能當上best response 不管我對對手的believe是什麼 那如果我這邊示範的intuition是說 如果今天你是被一個mixed strategy dominate掉 其實就算是mixed 我一樣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我可以說明的是 給定有一些p是u比較好 有一些p是m比較好 那我就把你一樣dominid掉 那所以一直是說 永遠你不可能是best response 因為我對你的believe不管是什麼 就是我的believe是在這一段我就選u 這一段我的best response是m 我的best response也永遠不可能是m 不可能是d講錯了 那如果有超過兩個player呢 我們要了解這個正式的這個dominance 跟best response的關係呢 需要先了解一個概念叫做correlated conjectures 什麼是correlated conjectures呢 既然我們要考慮這個 就代表應該要有三個player 如果兩個player就是剛剛說的 就是很簡單的case 所以我們現在要考慮三個player的game 假設這個game是說 player1呢 選擇ab player2選擇mn player3選擇xy 他們各有一個binary2選1的選擇 那player1的conjecture呢 它就是s-1 就是其他人的策略 的一個元素 所以他的believe是一個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ver這個mn乘以xy 也就是他會在四個事件 mx、my、nx、ny中間分配幾率 這是他可能看到的四種狀況 他預期對手會做的事情的四種狀況 OK 那現在這邊abc這四種case呢 就分別示範了這個 有correlated的跟沒有correlated 就是independent的case 各位在統計學的課程可能會看到類似的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邊際機率 就是我看到m的機率是1 2 看到n的機率是1 2 我看到x的機率是1 2 看到y的機率是1 2 那請問我看到mx的機率是什麼 在這裡是4分之1 這個4分之1是等於2分之1乘以2分之1 對吧 每一格我都可以用這個乘這個 這個是這個乘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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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 這個就是 這也是高中數學吧 independence的概念 這個獨立就代表沒有correlation 那這邊也一樣 2分之1乘3分之1是6分之1 2分之1乘3分之1是6分之1 2分之1乘3分之2是3分之1 2分之1乘3分之2是3分之1 所以這個也是independent的case 可是我可能有一樣 我可能有這樣的conjection 一樣這邊都是2分之1喔 可是我這邊是2分之1 這邊是2分之1 這個2分之1有錯嗎 也沒錯啊 因為這個2分之1怎麼來的 是這個的加總 這個的加總 這個的加總 這個加總是2分之1 這個加總是2分之1 加總是2分之1 只是它不符合independent 因為這個2分之1 不等於2分之1乘2分之1 對吧 好 所以這個belief是什麼 這個belief就是說 我覺得 要嘛是mx會發生 要嘛是ny會發生 但是不可能是nx或是my 這個就是我覺得 對手做的事情有互相 他們的策略不是independent 他不是各2分之1 2分之1這個機率分配可以形容的 可以表達的 它是有一個correlated distribution的 這就叫做這個contracture 或correlated 那 你可能會覺得直覺上 好像意思是說 player1覺得player2和player3 是在勾結 對吧 懂我意思嗎 就他們好像 好像背著你在 就是達成某種協議 所以他們要嘛玩這個 左上要嘛玩右下 可其實這不是一定要是這樣的假設 我可以假設說今天是 這個 比如說這個 策略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左駕跟右駕 開車左駕跟右駕 那你到一個新的國家 你還不知道你是到哪個國家 但這個 肌力當然可能不是長這樣 但假設 我現在告訴你說 你可能去的國家有10個國家 這10個國家裡面 有5個國家是 左邊自駕 就是駕駛在左邊的 有5個國家是駕駛在右邊的 那這兩個Player 所謂的其他兩個Player 就是你去那邊之後 你遇到的其他兩個隨機的司機 這樣子 隨機的車 那你在事前還看不到這個 到底你會去哪個國家的時候 你的Believe 是不是就長得像這個 最右邊的樣子 你相信的會是有1分之1的機率 這兩個人都會左駕 有1分之1的機率 其實這兩個人都會右駕 那確實 你觀察到任何一個人 他是左駕或右駕的機率 也都是1分之1 但是你不會覺得 看到一左一右的機率 是1分之1 因為你是要嘛到這個國家 要嘛到那個國家 這就是我說的 這個 他不一定要是有這個 這個勾結的狀況 好 那講完這個 correlated believe 之後呢 這個 這本書 可能最 至少我教的部分 我覺得最難的 大概就是這個 theorem 那 我今天 大概證不完 但是我可以證完一個小部分 這個 theorem 完整的描述 是說 對一個 finite game 來說呢 第一個條件是 BI 我們剛剛說的那個 bi 這個 set呢 它會是 UDI的一個 proper subset proper subset 的意思是 它是一個比它小的集合 就是它 就是嚴格的比它小 那當然有些時候 有可能會等於它 可是 比如說 兩個player的時候就等於嘛 可是 在某些case下 它是可能會嚴格小於的 然後 bic 這個set呢 就會等於 UDI 什麼是bic呢 c就是 correlated 意思是什麼 就是 我對你的believe 我允許你有這種 像剛剛說的這種 有correlation的believe 本來這種 沒有bic 我本來講的bi 這種set 我隱含的意思是 我對每一個人的believe 都是independent 我覺得你會玩 strategy的幾率是 二分之一 你會玩 strategy的幾率是 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那 我對你們的 共同的conjecture 就是 用幾率相乘 這種independent條件來判斷 我假設independent 那 加上c 是擴展這個可能性 我把這個believe 擴展到那些correlated的 也包含進來 所以是更多的可能性 那我包了更多的可能性進來 我可以當作best response的strategy 是不是只可能變多 不可能變少 對吧 因為我允許更多的believe 進入到我可能相信的東西裡面 那我現在心相信的這些東西 可能就導致我best response 圖那些心相信的東西 不在本來這個bi set裡面 所以我可以很輕易的說 bi一定是這個bic的subset 有可能等於啦 可是 不可能bic還比較小一個set 不可能的事情 對吧 好 所以這個證明其實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這個bic是 udi的一個subset 然後我再要證明 udi是bic的subset 他們互為subset 就代表他們兩個其實是同一個set 再來我要舉一個例子給你看 bi真的有可能是 udi的一個subset proper subset 就是它會有這個不等於的可能性 那我就完成這個證明 那事實上 以這堂課的程度 就是這堂課的這個 我要教的程度 不是說各位的程度啦 就是我要教學的目標 我沒辦法講到那麼深 所以我其實會跳 中間有一個步驟的證明 我會用說明的方式 我沒有辦法做真的嚴謹的數學證明 但今天剩餘的三分鐘時間 我可以做的證明是這個bic 是udi的這個subset這件事情 那我要怎麼證明bic是udi的subset呢 這邊用的方法是反證法 各位高中我們做過那個根號二是無理數的證明 現在有在做這個嗎 有做過這件事情的舉手 大多數人嘛 所以反證法的邏輯 基本上是我假設一個錯的事情 然後看到矛盾 那就知道我假設是錯的這樣子 概念上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邊呢 我要take一個strategy sistar suppose呢 它是對這個believe 某一個believe的best response 因為我說 我要做的事情是 我要證明說 假設有一個set 它是 對不起 有一個strategy 它是在這個bic裡面的 那 它又同時在這個 它是被dominated掉的 那這件事情 不可能發生 是矛盾的 因為如果 這件事情是真的的話 那 任何這個 是best response的東西 它都一定沒有被dominated掉 都在UDI裡面嘛 懂我意思嗎 它就沒有被dominated掉 好 那 所以第一步我們就是要 suppose 這個 有一個strategy sistar 它是best response to這個believe θ-i的 這個believe k是correlated的 好 那 然後我們假設呢 有一個這個sigma-i呢 它是 這個帶到utility function 同樣這個believe 這個believe 這個believe 同樣這個believe 我比這個策略還好 也就是說 我被 我被這個 這個strategies dominate掉 OK 那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 問題是 Ui of sigma-i θ-i 我可以把它寫做什麼 我可以把它寫做是 這個 一串機率的這個組合 對吧 就是 這個只是把 它那個機率 乘出來 對吧 這是期望值寫出來而已 所以它是 很多 utility 乘以機率 utility 乘以機率 相乘然後相加的 所以 如果這個東西 比這個東西大 那代表我這些相乘的 這個每一個項目中間 至少要其中有一個項目 比它大 不然我每一個都比它小 相加 期望之後 還要比它小 對吧 好 所以就代表 我 一定找得到 某一個s.i.plum 那 是做得到這件事情的 就是s.i.plum 大於s.i.star 給定同樣的這個believe 那 可是問題是 這樣子 就表示什麼 這就表示 s.i.pum 不是best response 這跟我們一開始的假設 它是best response 就矛盾 所以我們就因此證明了 這件事情不可能存在 下課了 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邊 那下禮拜我會從這邊再從頭 再稍微講一次 如果現在有問題也歡迎來問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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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